福兵新生系列细雪本草 是由云南三七科技有限公司全力支持 赵教授 我觉得三七的味道和花旗心有点类似 其实你这个讲对了 三七和花旗参和人参 他们是兄弟 所以讲他的兄弟在植物分类学上 他都是属于五家科 今天我们看到这还有几个三七 你看看这个三七有什么区别 不同颜色 这个深色一点 这个最浅色 这个有少少浅啡色 首先看这两种 因为在云南那个地方 云南很多地方是红土壤 所以它这个表面的木栓皮 就附着了这种棕红色的颜色 应该讲这个三七表面 已经说明了它的产地 还有一个这种三七还有一个别号 你看这个三七其实它的质地挺硬的 所以有一个什么别号 你叫铜皮铁骨 所以就是有些厂家市场的需要 所以为了把三七卖向好 它用那个表面的碳粉 把它涂成了黑颜色 用一种可使用的蜡 抛光一下 所以在香港和台湾市场上 可以看到这种黑颜色的 三七总分生食和熟食 具体的吃法是根据个人体质需要而顶 三七具有行气活血的功效 现在还有三七粉的生产 这些都是用三七打成的粉末 由于科技进步 大家就更可以更广泛受益于中医药的 自眉病功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